《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收看《Cultural Club 文化所》 我是Sharon 我是Ebi 今集我們繼續有Indie Blue的導演 就是Jonathan 跟我們談談Indie Bear的獨立電影節 是否這樣說 是 應該是今集我們要談談 縱觀所有香港的獨立電影節或者電影節 不過我們先不要離開這個話題 因為我們帶了還有兩條電影節 我想繼續問一問 我知道你在你手下弄傷的節都很激 真的 當時我們做Mass Media 譬如說電視台 有很多片我都想播放但不能播放 赤道問題 那麼激 是否專門要弄出聲音 其實都不是 因為我想獨立電影沒有赤道 他又不是為市場又不是其他東西 所以甚麼都會有 其實我們也有時會照顧傳媒朋友 舉例如有時你親子版 那你就播放動畫節目 或者是某些劇情片 其實各處所需 有些人真的 因為不同觀眾 有些觀眾都會告訴他們 我只看這些 這些都一定不看 你不要選這些 都跟我們說過 還有甚麼心趣選擇可以看 還有很多的 不過我當然選了一個 天使降臨綠丁目是甚麼 其實是一部挺奇怪的日本片 如果大家喜歡看一些 例如以前你也喜歡看一些 比較 他的題材或風格或時空 都比較特別的片 這部我都很推薦 因為其實本身的導演 他也有很多短片支持我播過 他的特色就是 他很喜歡去玩一些 比較奇怪的人物關係 還有一些思想上 有些怪怪的故事 這次其實他講了 一個男生就是 唯一途 因為被人追債 他便逃走到地方 然後進去 你發現整個村 都是一些奇怪的人 後來碰見了一個女生 女生就告訴他 他有一雙營 現在正在生出來 他就生好了 他便要飛來這個 綠丁目的地方 其實你會發現 整個人都很舒服 好像在日本 對 但很好看 很好看 我看到幾個照片 都好像有動畫 他本身導演很喜歡 他在影像上的魅力很厲害 嘩 我們快去看看這個影像的推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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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後面說獨立和資本的問題是否成正比 獨立就是少本 不獨立就多一本 例如外國有獨立電影市場 有些公司專拍獨立片獲得很多獎金 所以視乎一個作品的性質 例如低成本之下拍獨立片 也可以用很多錢來拍獨立片 獨立是一個製作模式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電影節都是買很多不同的影片 好像也有很多元 其實越來越多觀眾去看電影節 即是一些大的電影節 例如之前Abby都說她嫌貴 我自己就覺得是 又不是說很貴 其實他們有資助 不過你自己怎樣看這件事 其實我們上次剛剛說了一點 其實有資助不是一個問題 但有資助不能夠成為了一樣 你因為有資助去做 或是因為沒有資助不去做 即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本質 以及那個資助也不應該影響 你作為這個推廣藝術的一些 即不應該左右了你太多一些 可能是簡片 或者你的市場定位 舉例如說我真的做獨立電影的時候 我不應該說你可以贊助我 我可以去找贊助 但那個贊助你不要告訴我 就是要求我一定要選哪些片 或者一定要選哪一類型的片 即左右了藝術的方向 是的 例如說有些很簡單的例子 舉例如你見到近期 甚至我和Abby有提過 某間便利店贊助某個短片比賽 即是11了 即是拍了某些短片出來 你看到那個作品出來 其實是一些偏向宣傳片正質的一些作品 但那樣東西變成 你說如果七十一自己拍的 或者是一些外面的 雖然關於自己拍的 作為一個宣傳用途 你不會怪他們的 但問題就是 你是一個最有代表性的 一個獨立短片的比賽的時候 為什麼你拿筆錢的時候 你不去補回你自己的本質呢 即如果那筆錢 將你的定位有少少扭曲了的時候 其實是挺尷尬的 其實是有少少這些 我覺得贊助那件事 是應該視乎大家的需要 例如我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沒有贊助 是不是不能做到呢 如果沒有贊助 我都試了做到的時候 那就做吧 我想這七年多 其實我們就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可能我的伴侶 同事需要打工 我又寫了少少文章 就有些稿費 用來掩蓋我們要支出的東西 但起碼就是說原來做到的 雖然都是在虧 但是那件事是做了出來的 十星的 我覺得是奇葩 你明白嗎 我上過 張利芬的辦公室 也上過一個很大的 亞洲電視辦公室 其實你一個人 你甚至乎跟我講說你一個人 另外一個全場的 對 所以你究竟怎樣可以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 我開始有懷疑 已經開始有懷疑 還是否很困難 其實會有困難的時候 但是你要犧牲 選取取捨 舉例你要做 等於自己做一個藝術創作 你要做一個動畫的話 有些動畫也是一樣的 做完之後他就完結了那件事 其實就是同一個心態 我可能很多時候 就是困在辦公室裏面 不斷地在看影片 不斷地在挑選影片 選了之後 就要寫宣傳資料 做不同的事情 我想這個是一個 大家選取了那個生活模式 我就選取了一個比較自閉的模式 來做這些節奏 例如年復年 都好像挺辛苦 有些困難 你覺得會不會有曙光 還是你心裏面 其實都應該有一些盼望 是想有些事情想做到 或者怎樣 你覺得會不會被蓋了 還是其實現在是軟了 現在軟了 所以有一個心態就是 不知道會不會今次 搞完今年這三個節之後 就可能下今不是這樣的方法去做 其實現在我們都在觀望 你很溫溫的 她說的一件很悲觀 但其實不是的 她不是很溫溫的 但她是爆的 她說 她跟她聊天的時候 她真的不知道還有沒有下一年 雖然Ini Bear只不過兩歲 但應該是最後一年還是怎樣 過不了第三年 究竟發生什麼事搞到你這麼灰 因為我想情況就是 其實好像你剛才說 太多電影節 但問題是有沒有那麼多觀眾 這是其一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找這些影片回來 其實背後就是想你進來戲院看 但剛才說 觀眾都不習慣進去戲院的時候 那是不是原來有些事情 我們要用其他方法去做呢 舉例有些觀眾經常問 你的影片會不會出碟 其實我們有要明白 就是這些影片我租回來 都只是可能給你播兩場 你要出碟的話 可能又要再跟他們那邊商業的部門再談 拿一個版權費回來 可能是很貴的 變成那件事不是任何團體想出便出 而那些外面的電影公司 又不會買這些影片回來 所以其實我經常都說 你要看你就趁這個機會好看 不然你就可能 不知道何時才有機會再看 我猜那個心態是 我們都調節了很多的 例如七年來 《Independa》就是今年的第七屆 《Bear》第二屆 《Polar》第一屆 其實以前會覺得 一個節可能都有一些 大家傳媒朋友會報道一下 但是去到今年 去上這幾年 我覺得其實有些時候 他覺得太多電影節 可以報道到哪一個呢 是的 我也覺得 還有你說赤道問題 我們這些大膽的赤道 那張劇照 他都不知道怎樣出 是的 沒有理由我遮蓋了格仔 真的沒有東西看 所以就遇到很多困難 後來我們想 不如這樣吧 今年我們將這三個節 合併做一個叫三合一 就是想法就是 希望我為期四個月 有三個不同類型的電影節 希望你報道一下 其實也不是很多人會理 我們就想 阿孫 傳媒朋友 你們實在太忙了 太多其他事情做了 觀眾又有太多其他選擇了 我接著想法 是不是不如 明年我們不做電影節 或者將這電影節 合併成一個再細小小的電影節 一次過搞定就算了 因為其實每年我自己去做一個電影節 我用十個月時間穩天 你想想現在三個節 其實我在這十個月 是不斷延長著的 因為我現在做完 重疊了 接著其實現在我正在做 Panda和Polar的事情 變成我真的要去到 完整Polar我才叫做 又可以休息一下 但變成我自己覺得 我也有其他事情在做 例如我自己本身的團體 也在化行其他片 有些隊員也在等我們幫他們 可能要出碟 我也要幫他們去做一下那個字幕 也要找人去譯 我們沒有錢 就是我們那幾個人 自己在做 其實全部的就是一個累積 所以我們就覺得 應該是時候去檢視一下 究竟現在的需要有多大 究竟我們用甚麼方法 再推動獨立電影呢 其實你一直說 我很想說 究竟怎樣可以幫到這件事 是不是多些義工下來 幫到你們去營運 還是有些善傭 我給你錢 但其實剛才剛才說 不是錢的問題 所以我就是覺得 那個問題究竟在哪裏 我覺得是沒有心 誰有沒有心 觀眾有沒有心 觀眾有沒有心 還有我想是有些其他人 我不知道這樣說 少少搞亂了 搞亂了 誰 誰 我想是整個電影的生態 或者是獨立電影 或者電影節的生態 是要去檢視 從而 我想Johnny不是說 去再看自己的定位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 可能是這樣 我經常 你一路說 我一路將你們Indie Blue 裡面搞的電影節 和國際電影節去比例 但是 為什麼他們可以搞得這麼慶合 而所有傳承的話題 成為傳承的話題 而所有的觀眾 他們真是很願意 這一層到這一層我買完 這樣 很肯扔錢 雖然我說貴 但是還有很多人去買 很多 給得起錢的人多的士 沒錯 其實這個媒體一樣 同一個情況 就是因為你有這麼多錢 這麼多人資助你 在贊助你這件事 你就要繼續保住 下年的贊助 你就要用各種方法 來推動你整件事 是一定要來支持的活動 我不是說 電影節不應該去看 我也會去看 但是我想 我也不敢拿我們自己 跟他們比較 但是我覺得 你可以拿回我們 跟其他小型的電影節 比較的時候 我想那個會看到 其實每一個 受著資助的團體 他們都是在做一些事情 來補助他們 下年的資助 這是一個 其實我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請個老闆 你一定要做一件事出來 令到別人覺得 我為何要繼續資助你 這就是為何我們 有時不想再拿資助 就是因為 我們為何要拿資助 如果我沒有資助 我都做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 票房都是這樣 可能我票房 有些比你有資助 有些小型影展 沒有資助都無所謂 其實有時很慘 申請資助例如我們 找一些敲門 找一些人去談 可能我等到三個月 都沒有一個回音 即是想怎樣 是的 即是問他之後 其實他回音是很不合理的事 你不合理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天敲門的時候 你不如告訴我 你不會資助這些活動 變成何必你長我們大家的時間 因為我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其實最主要 最後我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為何要問你 你最後知不知我 我去下你的標誌 其實是最煩的就是這件事 你去下機後 麻煩你下標誌 那件事很奇怪 即是等於今年 例如我們有一部片 看中了好相片 拿回來 是一個導演用了一部 某品牌的相機 來拍的一部高清片 一剔過80分鐘 哇 在小時候拿了很多獎 有很多影展 然後去 我便找回那個品牌 其實我又不是說 找他賺了些甚麼 我猜都是聽說的 我不開啟了 我就問他 我說其實 即是有這部片 我們想邀請來 但對方收我們 一個很貴的片租 我可不可以 反過來 即是我們場行裏 我們舉例 我當有一版 我給了你下廣告 即是你平時也要去其他雜誌 下廣告的 我拿回你的廣告費 我用來給你片租 其實是想著這樣用 我不是要你資助我做任何其他 然後又第一次 解釋所有的東西給他知道 沒有說到不好 後來就等了很久 然後再打給他們 原來他的意思是 因為我們的品牌 都有高清攝錄機 我們就不會鼓勵人 用我們的相機來拍片 然後我就說 我心想你第一次 你應該告訴我 我解答你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的機構太大了 從從事上 大老闆未收到你的信息 所以你敲門時的PR就好 這樣 而且問題就是 例如說 甚至可以在原場之後 讓你出來介紹一下 怎樣用這部機器來拍片 其實我也希望大家知道 原來拍片不一定是用影片的機 可以用相機來拍一部高清片 是呀 獨眼 其實我想說這些 其實那件事 你知道我的立場就是 其實我是用你的東西來推奉 等一部影片 去鼓勵更多人 用這個方法來拍片 但原來在他的立場裏面 他們不是這樣想的 你會覺得很奇怪 那件事 我覺得這樣算了 如果是這樣 這些事都是留給其他有興趣的 他們去慢慢敲門 慢慢去拿這些錢 好像你遇到的問題 就是每一段煤你都敲不了 即是你口被迫著這件事 怎麼辦呢 怎麼算 其實 我們想想 不如我們做一些 可能在成本效益上 即是我們能夠去 不用到貼太多的東西 而又繼續可以做到 一個推動獨立電影的工作 舉例 例如我們有些電影給其他電子播 我們只會讓他們播放 或者我們另外再做一些特別放映 那你就是那三場五場去看 我覺得這樣反而那個反應都很好 即是有些情況是給其他電子播 都全居居 我覺得那部電影起碼有機會可以看到 好過我們自己做得那麼辛苦 即是現在開始有一點轉型 不是說集中自己攪拌 而是協助 其實我們這麼多年來都有給其他電子播放 所以只不過除非你有看 你看到我們的標誌 或者看到長刊 原來那個片員是我們的 就知道我們 我想另一件事 就是我們都開始覺得 有些東西用其他方法去發布 可以讓更多人接觸到那些片 舉例如說出版DVD 可能是有方法 我們去買那張碟 所以當我印五百隻鳥也有五百個觀眾 都多過我搞兩場幾場放映 是真的 至少觀眾接觸那個層面會比較寬 因為觀眾既然說我這麼忙 我沒有時間進戲院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戲院真的令人那麼誇張嗎 都說他 因為我想大家太忙了 有時候我們開七點幾八點的放映 觀眾說我放工說不及過來 你開晚一點行不行 但有時候開太晚又說 你開到這麼晚我翌日上班 其實很矛盾 很矛盾 所以 這些公司還有一個很重要 除了搞這個電影誌 還會發行 大家一定要知道發行 對於獨立生存的導演 或電影工作者很重要 其實我們有百多部短片和三十部長片 不只是香港片 我們有中國、日本、亞洲不同其他片 其實我講的是有趣 我們不會理會你有沒有獎 你的片好看 我們能夠合作便會幫你 咦 那是否即是如果我拍到一條片 我拿上來 Jonathan你幫我拍吧 要好看 那我當然是阿蘇 我當然是好看 我拍出來當然覺得好看 我們看完之後再跟他談 大家想怎樣做 如果遇到一些導演 他的想法太大野心了 我覺得我們根本的片 是不是那個情況做到的 我們都會推他 其實這幾年都是差 可不可以這樣說 你看到情況 情況差 但問題就是 例如說 我們那幾日節 Panda又繼續生存 Panda是最好反應的 票房一路都多了 例如說 就算今年Bear 暫時情況都好過去年 我不知道是地區性 還是什麽問題 但只不過我們覺得 如果那個情況出來 都仍然不是太理想的情況下 我們就真的要出列想想 因為我們不想去到 好像朱爾城 或者某些 你說到最後那天 我真的今天關門大吉 幾月我不做了 你才來 那是你呢 那是你呢 那是想的 我覺得是 很慘的 我不是想要這些 我真的希望大家 你覺得那件事更重要 我剛才提到貴事物百貨層書 為什麼上年我想做開幕電影 有些事情 其實你不要等到那件事 你才要懷念 有些事情應該是 你覺得更有意義的時候 你就很把握這個機會去看 你寧願是超超死他 你不要快來悼念我 我不要慷勇你 我不會說我死了 我覺得這件事 如果 我不知道 在大眾傳播媒家裡 可能還是一些很 角落頭的訊息 但是 我看回你的Facebook裡面的人的反應 其實真的有一股人 是需要這個渠道 或者他們是真的渴望去看這些 我平時很少看的電影 我覺得大家 何不試一下 抹一抹眼睛 看多一些這些電影 好過經常看一段劇 我又來了 其實 我和你談電話的時候 當然我也是感受到你一個股火 我也希望你繼續會有那股火去繼續攪 如果說 現在Indy Bear 就出世了 Indy Indy Polar Indy Panda 8月初 Indy Polar 9月中 你現在在攪的Indy Panda 兩個同時間 現在都在找片 可不可以預計一下 其實 現在這兩個 未來的節目 究竟是甚麼情況 未來的兩個 我們的心態是簡單一點的 不會好像 其實今年拆開三個 都是想每個節的節目 數量會比較少 因為 我試過有年 我開到25個節目的影片 觀眾是消化不到的 所以去年我都要維持大概15個節目 所以你見今年 Bear都是15個 其實Polar Panda 我自己遇到大概10至12個節目 Polar大概是6至8個節目 會不會有香港的朋友 香港的導演 你放得上眼 有的 其實有的 這個就是因為 我們有一部香港片 就抽了出來 在7月中 在八六會做 其實上次在電影節 有部叫金不換的香港片 它是在泰國拍的 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片 我們就抽了出來 因為多得電影中心有興趣去做 有意思去支持這部片 所以我們就沒有放下來 是 我想短片應該多一些本地僵 是吧 多的 除了在便利店之外 都會拍很多東西 就是便利店 除了便利店 除了便利店 還有那些 IMP 還有其他東西 是 所以那些大家可以在網上看 我們不會選的 那些大家放心 其實都在網上宣傳 你們其實就少是在 除了Facebook之外 多不多陣營 或者你們 因為有些陣營真的不能播出 網上也不行嗎 因為今次我有一兩條 我自己都要加了很多公開 在網上舉報你 舉報你 這個算是叫做激 這個名字一看又很想看我 是嗎 你看完他的照片 你還想看嗎 講甚麼 其實GoGo Boy 粉身大激戰 其實他是 很棒 其實他本身 上年我們有一部 很受歡迎的影片 你流口水 上年有一部很受歡迎的影片 叫做超級大激劇 是一部音樂 大家看得很開心 導演這次用了一個叫做 偽紀錄片的方法 拍了這部影片 講一個真人秀 有五個GoGo Boys 跳舞 要去爭一個獎 角施其謀 無論是參賽者 那些評判 都背後有些故事 其實這部影片是挺好笑的 但他用了一個方法 這也是 獨立電影有趣之處 就是他 找回一班人 好像真的做一個真人秀 來做但其實是假的 是 我喜歡這種偽紀錄片的方式 你真的猜不到何時是真的 他又很認真地拍到好像很真人 這個只是搞笑的地方 好 我們現在趁著節目 差不多差不多了 我們先看看那部影片 我們有個說明 還有 five six GoGoBoys 他們選擇 那是超強 эк hue 雾 Đây 嫌大姐 給他們 其實是 好好 poop 給他們一個像 像 foreground 有什麼 zrobi 對 你 Đây 要來洗衣 髒 Young 有 沒有 呢 要來 來 大哥 他 把 自己 我的夢想是一天 走到Philadelphia 移動去 New York 然後我可以買我的 Non-Equity Productions 我成功到最後 的《Go Go Crazy》 舞台舞台 那是我們的五位 每一位最終的 但他們今天來做 做什麼他們做的 是把他們的錢 《Go Go Crazy》 《Go Go Crazy》 《Go Go Go Crazy》 你需要失去你的心想 你能救命 你知道我太瘋了 我太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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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觸摸我太瘋了 嘩 呆了 呆了是不是 好看啊 我覺得很好看啊 好 差不多最尾的時候 我們再介紹多一次 6月10日至26日 兩間戲院 如果 這個我告訴你們 如果你們自己找到Jerifun 是十元的 那可以怎樣找到我們 Facebook Facebook 可以找到我們的 還有你上網打 找藍空間 或者我們有一條連結 你上去找就找到的 有折扣 我這些孤寒鬼 一定要找人出來找 真的蠋 謝謝你Jerifun 謝謝 主持 拜拜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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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它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請看